阿彌陀 2022年11月8号 资深慈地志工黄玉女往生 想其瘦95岁 委员编号46号 在台东佛教联社结识上人后 投入慈祭超过半世纪 是慈祭在台东的第一颗种子 你第一次跟妈妈记不住 那是佛教联社 佛教联社的呀 那五十年了 年轻时和先生同为教职 生前即便年识已高 只要身体尚可 做慈祭从不懈怠 说得有了 谢谢 这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不做那怎么办 所以每天都把那个木箭部 带到学校去 我说好喜欢她 即使身体为样仍心念上人 儿子和媳妇接棒此记录 持续开枝散叶 传承法脉 1998年11月8号 台北市立动物园 义麦园游会 同时庆祝大象林旺八十一岁生日 希望爷爷三日快乐 十快点 志工办医院 行善要及时 由台北市动物之友协会 慈祭基基金会协办义麦会 志工和北区儿童经济班家长 除了宣导环保关联外 义麦所得也全数作为 慈祭医疗建设基金 1997年11月8号 慈祭骨髓捐赠资料中心 免疫基因实验室正式启用 当时是亚洲首创 由血清学之父李正道博士 自媒返台主持 我们这个部分 已经把DNA抽成出来以后 我们要扩增 采用当年美国最先进的 人类白血球抗原DNA分型法 将人体中的DNA扩增 找出骨髓移植的关键HLA 大幅提高骨髓移植的 配对成功率 成为慈祭骨髓资料中心 迈向国际化的里程碑 1994年11月8号 慈祭菲律宾联络处正式成立 由林小镇出任负责人 1994年的9月26号 我们有26位的会员回台寻耕 所以就慢慢地联络点联络处 一直升格为分会长 慈祭在菲律宾设典后一周 多名多罗省7.1强镇 引发海啸 此际发放救济物资和慰问金 从当初在林小镇自宅 设立据典 1997年升格为分会 马尼拉继续市新会所 新冠疫情捐助防疫物资 补助困顿家庭 知道有那个危险 但是那个时候 我们是想 我们不做 谁可以做 持续好不容易走到今天 每走一步路都要很谨慎 吃饭囉 佐量